为了让防灾避难演练作业能够更加的逼真 三支去公所邀请了专业的教官 布置了所谓的浓烟教室 还有灭火器如何操作的灭火课程 好让所有同仁能够亲自的感受到 一旦现场真的发生了火灾 能够正确掌握到逃生避难的观念 让他们临危不乱 还能够制救救人将伤害减到最低 三支去公所为了要让公所同仁 从平日里建立在害罚生时逃生避难的观念 今天在区公所内邀请到专业的教官 来为大家讲授逃生避难的观念与案例 不过只有案例不能够让同仁们拥有临常感 因此还特别布置了浓烟教室以及灭火器 灭火的桥段要让同仁们对于逃生避难 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讲师来帮我们同仁 做一个灭火逃生还有通报的演练 那这样子我们公所可以有更大的能量 就是假如说我们当公所发生了紧急的火灾的时候 我们同仁都可以做最好的应变 等一下我们还会进行一个这个烟雾的体验 那这样子让同仁知道说在我们农烟 火灾农烟密布的时候 体验一下这个空间临场的感觉 让同仁模拟一下这种災石的环境 让大家更可以了解到其实火灾是很可怕的 看起来会令人窒息的农烟从教室里传出 公所同仁们看来都有些却步 在教官教导正确的农烟逃生姿势之后 大家都压低身体顺利从后门逃生 另外灭火器的灭火训练还有里长也一起来参加 让演练与正确的防灾避难知识 扩及至离办公室 我们公所也做一个消防的演练 希望说藉由这个演练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知道如何灭火防灾跟防震 那这边也特别要来做个宣导 因为根据我们各项的一些讯息来显示 那大概三四月份的一个地震发生的频率 可能也会比较高 也呼吁大家务必在平时能够多做好一些防震的一个准备 希望如果真的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有最好的一个准备 最后还有消防队员出动水管拉起水线 让公所同仁们感受水线灌旧的过程 还有感受灭火可能需要的水压力大大小 借此也建立正确的讨生避难观念 也让同仁们知道当灾害发生时该如何自救与救人 季角拉平函三支采访报道